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在加拿大买二手车的最后一个章节 那么我在 Craigslist上找到一辆2016年的BRZ 本来说是只买17年版本的 但是这辆车实在是很特别 它的owner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老爷车厂的老板 然后这辆车本身也是一个限量版 在加拿大叫做Hikari Edition 也就是光 然后全加拿大只有限量100台 前任车主的花了不少心思在这个车上 可以看到轮毂的话是Race的武器第二 很轻,虽然不是锻造很轻 这里轮毂看到一些磕碰 单颗轮毂的重量是在23磅 然后这个轮毂的话是18寸 原厂是17 然后惯例用漆膜厚度一测一下 发现厚度是非常的一致 没有任何修复的痕迹 有时间的话把车前后都测一测 这辆车呢只有3万公里出头一点点 整个车的状况都非常的好 对于这个大爷呢本身自己是开汽车厂的 所以维护的也非常的仔细 那在来之前呢我也拿到了这辆车的Vin number 然后做了网上的查询 记录在暗的也就一次前面的碰撞 花了1000的块钱修 不是什么大事物 内饰也是非常的新 然后没有什么异品 我是对车辆有异品有痛苦的回忆 然后咱们看一下后备箱 有一些原厂的配件和一个低音炮 惯例呢先开试板 看一下内部的结构 可能拍的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非常的干净整洁 没有碰撞的痕迹 原厂打的绿风胶都还在 看一下名牌 对一下Vin number 打开发动机舱看一下 照例是砍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螺丝啊 金属之类的修复的痕迹 塑料键破碎破损 螺栓拧动过的痕迹等等 看到这里我只能说这车保养的真是好干净了 这个不是洗发动机舱洗出来的效果 本来就是这么干净 那你要整天把车停外边的话 肯定没有这个效果 这个原厂 STI-8是特别版独有的 检查一下冷却液 这个液面有点低啊 好好拿电筒照一照 里面都空掉了 不过呢 这个是Reservoir 也有可能是长期没有加 所以也不太影响 关键是看补齐了之后 会不会再继续往下降 制动液的颜色还好 有一点点黄 但是还好 这个颜色越深的话 就表示它的水分越多 需要更换了 机油纸拿出来看看 机油的颜色还不错 不是特别的黑 页面的高度也是在正常范围内 今天带了个万用表 看看电瓶的电压 在禁止的不发动的状态下的话 应该是12.5V以上 这是正常的 接下来就是发动 发动了之后 看看有没有奇奇怪怪的震动啊 等等 顺便说一下 我试了这个车的空调 真是冷的一匹 马自达冷多了 这里有装备 咱们就把车顶起来看一下 这辆车是改装了 Bielstein的避震 这个放油螺丝干净的跟新的一样 架上有一些擦挂 前唇其实还好 非常少的擦挂 所有的护板都还在 我也试着拉了一下 这些各个有衬套的地方 都非常的紧实 像平衡杆 拉杆这些都没有明显的破损 什么防尘套也都没有剩油的痕迹 总的来说非常的整 排气是原厂 很难想象一辆四年多的车 可以新到这个程度 后轮呢 由于车身的降低 换了可调节的一个下摆币 否则的话 车辆的轻角会过度的往外 我觉得前任车组 确实是还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改装 这是大爷的新产品 是一个像老年代步车一样的电车 叫Solo 然后这辆车的生产代工 是重庆的宗生集团 我老家就是重庆的 也算是有缘啊 好了 关于二手车看车 咱们就先聊到这 接下来的内容 可能就是和这辆车的日常 有一些关系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